那同学们比如举个例子吧 我这人比较胆小 每次去医院都害怕 有个朋友他经常陪我去医院 那你来造一造 他陪我去医院应该怎么说呢 he accompanies 注意他评写 accompany 福音加Y 外边加YS 你去哪儿 to hospital 这就是accompany somebody to somewhere 再来造一个 他陪我去哪儿呢 他陪我去看马戏 一个人看马戏多无聊啊 自己就跟马戏似的 所以he accompanies me to 而且马戏怎么说呢 马戏团 circus he accompanies me to the circus 好那同学们我们继续来 他今天有朋友结婚 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陪我去婚礼 一个人去挺无聊的 he accompanies me to 谁还记得婚礼招待怎么说 婚礼叫wedding 招待接待 接受那个词的 名词叫reception and he accompanied me to the reception 这就是accompany 动词的原意 老师 陪伴 为什么跟公司很像啊 这个说到点上了 因为accompany的名词 就叫company 它的第一个意思叫公司 错了 其实它的第二个意思叫公司 最早的意思你可以查 它的意思就叫陪伴 伙伴 比如因为有句言语叫做 you may know a man by the company he keeps 说你可以知道一个人通过什么呢 他拥有的保存的伙伴 就是他身边交往什么人 他就是什么人 中国人广东西叫什么呢 我们叫官亲友 则知其人 所以老师的中文也不做吧 you may know a man by the company he keeps 那老师 为什么公司有陪伴呢 因为company最早不是英文词 是法文词 法文不这么写 它这么写 go be呢 它读成go be呢 那么同学们 法文广这个词 叫做go friend 什么东西啊 女朋友的意思 法文说 这是我的女朋友 妈go be呢 如果说男朋友 他把义去了 go be 后来英国人就借过来了 但英国人借过来呢 就随着几百年的发展转意了 他不只男女朋友了 只一切陪伴的小伙伴 朋友 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就是这个词company 那同学们 后来才有了第二个意思公司 因为公司嘛 就是一堆小伙伴 合伙人嘛 中国合伙人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company的第一个意思 我们今天知道了 陪伴伙伴 跟我读一下company 再来一遍company 而同学们 我每次我在家的时候 我不需要任何人陪 买了一只狗 I like his company 我特别喜欢他的陪伴 他最懂我了 而动词陪某人一起来 accompany somebody to somewhere 陪某人去哪里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重中之重的动词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approach 再来一遍大声的approach 一起读approach 接近靠近就是这个词了 那么同学们 这个词首先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指 空间的接近 比如举个例子 有些同学写作文的时候 作文让你描述你们的学校 有些同学只会用 theirb句型 某处有某物 在我们学校的某个位置 有一个图书馆 there is a library 想想都这么图 你看 这还是真真正正 我当时教的一个学生 人家利用的是 新概念二的一个词汇 老师立马把这个句子 标起来给全班读 这句话 它是这么说的 as you approach my school 当你接近我的学校的时候 the first building you see 你看到的第一个大楼 is the library 瞧这种接近 使用 再瞧这个句子 是不是非常巧妙 让你不知不觉 就给你带入到 你们的学校当中 这所学校当中了 so approach somewhere 接近一个地方 注意它是急务动词 什么叫急务动词 绝对不要说 approach to my school 接近哪 直接家哪 接近哪 直接家哪 比如火车进站了 中文直译就叫 这个火车正在接近火车站 火车 the train 正在接近地行驶吧 is approaching 车站怎么说 the station 不要说 the train is approaching to the station 错了 它不是get to approach 跟reach一样 它是个急务动词 列车正在接近一个隧道 the train approaches 或者过去是approach的 隧道 tunnel 谁还记得 approach a tunnel 这就叫接近的意思 或者这个宇宙飞船 正接近大气层 谁还记得 宇宙飞船 叫做the space craft 不能学了 后面往前面 approach 或者进行驶 is approaching 大气层 宇宙天气足以外 一定加的atmosphere 慢慢来 一起来 the atmosphere the space craft is approaching the atmosphere 这就是approach 那同学们 别跟他 就太相处了 他目前你没法 正在接近你吗 估计缺钱了 想管你借钱 he is approaching you 就可以了 当然不光可以 去一个空间上 距离感变得越来越近 也可以去时间上啊 那你看看 这句话怎么翻译呢 the time is approaching what we must think about buying a new house 这个时间啊 正在接近中 也就是时候要到了 什么时候呢 我们必须思考 该买房子了 咱们没房子 怎么养家呀 没有家的感觉 于是以后你再说 圣诞节快到了 快到了 不见得非得是 Christmas arise 多图的表达 我说圣诞节 正在临近中 没有哪个呢 Christmas 正在临近 向我们靠近 is approaching Christmas is approaching 父亲节快到了 怎么说呀 the father's day is approaching 妇女节快到了 women's day is approaching 考试时间快到了 the time of the examination is approaching 多行的一个词 空间时间都可以 甚至还可以变成形容词 我在approach 后面叫able 跟我读一下 approachable approachable 注意一个词后面 一个动词后面叫able 它是什么意思呢 eat是个动词 吃 叫able 对able能够的意思 但记住 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我发现能够被 我说我吃东西叫eat something 但是something is eatable 叫做能够被吃的 可食用的 这个别别别吃啊 eat is not eatable 不能够被使用的 什么叫做predictable 有同学知道predict吗 预言我们叫能够被预测的 predictable 那同学们加了able都是能够被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那同学们approach接近 approachable去能够被接近的 往往后面加一个人 我说这个老奶奶啊 很慈祥 she is an approachable person 她是一个能够被大家接近的人 中文怎么翻译 平易近人的 器械的就是这个词 平易近人 跟这个 我觉得真是英雄所见 列祖啊 一切的approachable 很平易近人的 人家没有什么大明星啊 好像遇到你都不合照 人家想着你合影 就还跟你一起庆祝你的生日 very approachable person 那你反过来呢 自然教育起来 更长了 unapproachable unapproachable 什么意思啊 不容易被接近的 中文教 有多少不平易近人呢 就翻译成 难以接近的 不好相处的 我在这学校啊 来了一新同学 跟他做同桌 都半年了 每次都是我主动跟他说话 我说十句他再回一句 我说二十句他再回两句 后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 unapproachable person unapproachable person 难以接近的 难相处的人 多好的一个动词和形容词呢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重点动词 形态动词 应该做某事 一起来 out to do 必须系辞组 out to do 大声度 out to do 以前学的应该是哪个呀 叫should do 这两个没有任何的区别 说白了就是 以后再用should的地方 你完全可以换成out to 那我们来看肯定去怎么换 you should say you are sorry 你应该说你错了 我完全可以把should的变成 you ought to say you are sorry 这样out的群态动词 跟should的一样 它是后面不可能加s的 you ought to do he ought to do i ought to do we ought to do 那我们来个疑问句 这比较难 should I write to say thank you 我应不应该写信 说说谢谢你呢 那这个时候 i should write 我能写 现在变成 i ought to write to say 这怎么变一般的疑问句 我应不应该 你觉得提哪个形态动词啊 i can do something can I i should do something should I 注意提的是 看我别害怕 就这么写 我们叫做 out I to write to say thank you 我 你应该说你抱歉 你应该说你抱歉吗 out you to say you are sorry 就跟那个be able to 挺像的吧 那最后 they shouldn't sorry啊 多了个to they shouldn't let their dog run on the road 他们不应该 让他们的狗在街上跑 现在out的 out to的否定 怎么写呢 他肯定也可以和谐 我们叫做一起来 out and out and out and do something 就叫做 shouldn't do something they out and to let their dog run on the road 这就是他们的 肯定句 疑问句 和否定句了 咱们自己回味回味 第一 你不应该 危险的朋友 不用竖的 怎么说 you out to的否定叫 out and 一定记住 you out and to 威胁谁记得 t开头呢 threaten 有多少同学忘了呢 your 朋友 friend you out and to threaten your friend 跟我读一下 you out and to threaten your friend you out and to threaten your friend 继续来个句型 我们应该养成 阅读的习惯 我们应该叫做 这对手 we out to 养成什么的习惯 还记得词读 就发着 develop the habit of fall into the habit of 谁还能回忆起来 develop hey啊 the habit of 阅读阅读呢 就是reading 呗 所以好句子 就是一堆好词读组成的 we out to develop the habit of reading we out to develop the habit of reading 再来个疑问句吧 我应该说服他 陪我去公园吗 不会的话 别着急 咱先变成成数据 我应该说服他 I out to 说服某人做某事 persuade somebody to do吧 persuade him to 陪我去某地 company 陪我 me 这词 to the park 这儿有问题吗 I out to persuade him to accompany me to the park 我应该说服他 陪我去公园 我应该说服他 陪我去公园的 对吧 那现在 我该不该说服他 陪我去公园呢 他也这么忙 但我特别想去 于是提谁 别害怕 就这么写 点子问号 即可 叫 out I to persuade him to accompany me to the park 这就叫 out to out and to out to 没问题吧 如果知道的话 这个词都不知道 你就out了 那同学们往下走 下面一个词 出二的词 跟我读一下 重达重量是 一起来 weigh 再来一遍 weigh 一起来 weigh 这些微 但这也是不发音 它是一个不及无动词 后面直接加重量就可以了 for example she weighs 50 kilos she weighs 50 kilos 它重达 50公斤 它的重量是50公斤 我们照猫画虎 买了一块肉 看看是不是能够小分量了 薛筋少两呢 于是称一称 结果发现还可以 这个肉 重两公斤 怎么说 肉 the meat 重 weigh 直接加重量 two kilos 小狗 重 瞎说了啊 四公斤 一起来 the dog weigh four kilos 那于是经典巨型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说 你叫什么名字 能脱口而出 what's your name 你多大 how are you 再来一个吧 挺口语 你多重啊 虽然这个别太口语 因为它是属于隐私 大家得知道 你知道你多重 你们怎么说吗 不知道的话 就跟我背起来吧 我们叫做 how much do you weigh how much do you weigh how much do you weigh 是说 你 重 how much how much do you weigh 这位老师 你多重啊 老话 曹冲 都不知道 那同学们 如果人问你 你多重 我重50公斤 于是 I weigh 50 kilos 这不又回来了吗 那第二还要知道 weigh的名词怎么写 既不加TLN 也不后面加MENT 也不变成奇怪形式 就在后面加个T 就搞定了 重量 一起来 weight 底下的等待的发音啊 weight 再来一遍 weight 这次挺重要的 将来你要出国 坐飞机前英文表格 第一行名字 都知道怎么填 第二行性别 sex也知道 age都知道 保证再往下 他会这么写 W-H 让你填 于是有同学们 就乱了阵脚了 有同学们 胡写什么 1500啊 W什么意思啊 your weight 的简称 你写1000公斤 我的天 你比飞机都重 飞机都不让你飞 不让你去 同学们 而H有同学们 这有哪个名词吗 是high 高的那个名词 高度叫做 一起来 height 再来一遍 height 而重量叫做 weight weight W-H经常一起写 指的是身高 和体重啊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weight了 菲菲老师最近挺胖 我想减减肥 英文怎么说呢 它就叫减重 那老师减怎么说 英文没有减的表达 它叫 我想失去一些体重 失去会吧 所以集中 lose weight 最近我想减一些体重 I want to lose some weight 他减了 说好多 he lost a lot of weight 这就是减肥的意思 那反过来我说比较瘦啊 属于风吹爆电杆型 什么叫风吹爆电杆 太瘦了 看到前面大风起来了 于是赶快爆出电杆了 风一走 自己再下来 否则容易把自己挂走 风吹爆电杆型的同学 就得多吃点增肥 那老师增这么说 不用担心 你肯定学过 不是增 是穿衣服那次 我哪个呀 put on put on clothes 他居然叫 put on weight put on weight 老外提有道理 他觉得脂肪和衣服一样 都可以穿在身上 一层一层的语寒吗 那么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我最近长了好多肉 I have put on a lot of weight 他自己长了一些肉 put on some weight 所以记住 减肥胶 一起来 loose weight 增肥 一起来 put on weight 这两个也希望你记住吧 如果记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形容词 说的简单 因为见过很多遍了 幸运的一起来 fortunate fortunate 不幸的怎么说呀 unfortunate unfortunate 那它的名词最早是哪个词啊 我们叫做fortune fortune 这个词之前讲那个占卜那一刻 咱们说过再回忆回忆 fortune最早是一大堆钱的意思 这是财富的意思 后来才转成第二次的运气 你要能中了一大堆钱 你肯定有运气啊 所以老外一看到fortune 肯定先想到财富 for example she inherited a large fortune she inherited a large fortune 怎么翻译 她继承了一大笔钱 一大笔财富 from her uncle 从她舅舅那 那或者说我这次抽彩票 或者说我卖我那个东西 比如我在大学学美术的 my first painting sold for 25 pounds 我的第一幅画卖了25磅 200多块钱 a small fortune for our student 虽然不多 但对一个学艺术的学生来说 可是一小笔财富了 这点钱25磅200多块钱 也可以请客吃饭了 a large fortune a small fortune 那同学们或者我摸彩票 饭后那个发票一挂奖 挂出50块钱 这个我来说 this is a small fortune 这就是一小笔财富啊 那这个怎么翻译啊 the artist's work 注意这个work 咱们能理解吗 作品的意思 这一书叫作品 is worth a fortune 还记得之前没多久讲的 be worth加钱 值多少钱 这个我不说值一千万 还是值五百万 我说可能很值钱 值一大笔钱 值一大笔财富呢 我的天 这个ring 戒指 cost near fortune 可花了我老鼻子钱了 一大笔钱 花了好几万 还不如 我什么订婚戒指 还不如那我一拉罐 巴一别下来 套手上不就完了吗 所以同学们 fortune 原因是一大笔钱的意思 当然转移 第二个意思叫运气 形容词幸运的 一起来 fortunate 那如果你知道一大笔钱 因为有个超级重要的事物就出现了 什么叫 跟我读一下 make a fortune make a fortune 估计很多同学知道make money 这叫什么意思啊 赚钱的意思 而make a fortune 叫赚一大笔钱 所以中文叫发财的意思 这孩子发财了 怎么发的财啊 通过卖房子发的财 he made a fortune by selling his house 他通过倒卖倒卖倒卖 发的财 make a fortune 那同学们咱们上次那个那个占卜 那个占卜的算命呢 叫做fortune teller 一方面告诉你运气 一方面告诉你哪能发财的人 我们叫a fortune teller 你看这个词挺实用吧 一起来 fortune teller 发财 跟我读一下 make a fortune make a fortune 花了一大笔钱 cost me a fortune cost me a fortune 小笔钱 a small fortune 大笔钱 a large fortune 以及幸运的一起来 fortunate 不幸的unfortunate 如果没有问题 那同学们 我们接下来第二环节 就要到了课问一句学了 暂停一下 10到20分钟 先把词汇整理一遍 哪话还可以查出字典 那你最棒 第二同学们 跟着mp3 读一到两遍 不会的地方 不明白的地方 标一下 带着问题来听课 效果会双倍的好啊 那同学们 一会儿咱们不见不散吧 我会儿咱们不散